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密长生 一念逍遥 第111章 药材有了 逍遥也没其他需求 跟在苏小琴身后 成了个小跟班了 苏小琴逛街的样子 的确有几分 豪门望族大家小姐的风范 法宝 买 神兵 买 仙衣 买买买 不识用了 没关系 好看就成 她还送逍遥一张上品土山符 逍遥没好意思拒绝 这玩意催动之后 可以召唤出土山用以防御 差不多能够抵挡住 助击后期修士的攻击 算是少有的防御性符路 这玩意一共就能用三次 苏小琴还想送逍遥更多 但却被她拒绝了 那情侣之间 说相互送点东西本也正常 只是啊 别的逍遥现在 也并不是那么用得上 凭借她现在近段时间的出色表现 已经得到了天物贯主的器重 现在的逍遥啊 可谓已经是武装到牙齿了 而且天玄子说过 修士以人为本 不该过度依赖于外物 这一点逍遥深以为然 就这么一直逛到了下午 因为还有准备明天的炼丹师比赛 逍遥把苏小琴先送回去了 和所有陷入热恋的小情侣一样 和对方在一起时 每分每一秒都觉得快乐 两人在酒楼门口依依惜别 路过一个转角 一辆马车急急忙忙的奔过 天色此时已经暗了下来 可逍遥眼尖呢 还是看到了车内的云娘 哎 晕 他正想打个招呼 但是那马车速度太快 静止略过 哎 算了 下次见了再说吧 人家这是有事要办 自己去打扰也不好 逍遥转回身来 朝自己居住的客栈走去 只是还没走出去多远 身后便传来一片杂乱之声 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中还夹杂着马匹斯明 云娘 不好 逍遥突然觉着不对 这方向正是方才云娘马车 离去的方向 他闪身上了房顶 目光炯炯 很快就找到了事发之地 数百丈外 人阳马帆 卷起滚滚浓烟 一条黑雾直冲而起 有如正影黑龙张牙舞爪 有人对云娘下手了 没半分犹豫的逍遥 深入力剑 竟直朝事发地及时而去 盛世天方就像是一块超级大蛋糕 盯着他的人数不胜数 一旦出了纰漏啊 那就会发生难以想象的变故 而云娘啊 作为天方中较为重要的一环 无疑是有人对她动了歪心子了 逍遥修为提升以后 每一步纵跃可弹射数十丈 几个跳跃间就已赶到了现场 可在临近事发地时 逍遥发现事情远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马车侧翻倒在路旁 一道无形屏障将之笼罩在内 看不清里边的情况 结界 逍遥抬腿在屏障上踢了两脚 连一丝连蚁都没震荡起来 对方显然有备而来啊 这连结界都准备好了 云娘威夷啊 可恶啊 得想办法破开这玩意儿 逍遥暗杆头疼 脑子快速急转 眼下之际唯有用力破智 集中一点的攻击试试了 他也来不及多思考 抽出了青云剑 一道强烈的雷光缠绕剑身 在逍遥真元贯注下 雷光昏骨 劲入了中多一点 两种威能同时集中剑剑 电光火石 一剑刺出 闪电雷鸣 刹那之际 屏障出现了明显波动 嘶啦一声 逍遥整个人就没了进去 电光火石这招攻击力虽强 但他却领悟不深 只能算是个半成品 所以并没有完全破除结界 而是他自己冲入其中了 来人了 动手 尺子生病 一进入结界之内 形势一目了然 三个奇形怪状的人围着云娘 有两名护卫正在誓死相互 马车车夫已然倒在血魄之中 不知生死 逍遥一愣 又是妖族 逍遥 你怎么进来的 小心 云娘刚提醒一声 一头不知种类的鸟腰 就飞越过来 鸟脸人参啊 两只胳膊并不是人类的手臂 而是鸟翅羽毛乌黑发亮闪着寒光 我去 逍遥赶紧地往下一塌腰 使了个铁板桥 那翅膀就从他鼻子尖上划过 他本能得感到危险 做出这样的动作的 下一秒 那翅膀可就扇在了街道边的石墙上 仓了一声 火花四射 这哪是翅膀啊 不明是无数把利刃组成的刀扇 哼哼哼 小子是个厨啊 鸟腰见逍遥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 生起了轻视之意 一脸的怪笑 她不知道的是 逍遥只是第一次正面和妖族交手 有些不明白情况罢了 一招过后 她心里啊 已然有了大概 也不是很强 最多就是助击出中气 甚至啊 还不会道法神通 撑在地上的手 微微用力 以腰带腿 逍遥一个悬身 猛然一脚踢出 这一脚啊 出奇制胜 谁也没想到 这小子反击来得这么快 真元集中在脚背 一脚踢出 砰的一声闷响 那鸟腰啊 刚才还在尖笑 结果后一息 惨要的就飞出去了 云阳眼底 闪过一丝喜色 紧握的手 微微松开 逍遥比她想象的更强 真是进步神速啊 脸子扎手 再找机会 撤祸 隐藏在抖篱下的 一个妖族 断喝一声 手中珠子光芒一按 解解解开 她撞穿了墙壁 钻入向导之中 另一妖族啊 弯腰拎起 倒地的鸟腰 就跟上去了 想走 逍遥只觉连掐 一指三腰逃走的方向 平地生雷 雷光轰隆一声落下 炸的后边两腰一个裂弦 只是身子一颤之后 两腰依旧没入了黑暗 毕竟这是闹市区 为了不伤及无辜 逍遥啊 只能将雷法威力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这尸首啊 也是正常 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云娘 他也没选择追击 谁也无法保证 这暗地里边 还有没有其他妖族在虎视眈眈呢 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 密长生 一念逍遥 第112章 迎香院顶楼 云娘又准备去给逍遥泡茶 只是这次她的手啊 一直在抖 怎么也握不稳那茶壶 我来吧 逍遥上前 接过了茶壶 云娘 低着头 倒了声谢 她年纪不小 见识可不弱 但毕竟 这云娘是个没什么修为的女流之辈 遇到妖族偷袭这种事 还是受惊不小 逍遥把茶水倒好之后啊 关切地问了一句 云娘姐姐 没事了 二人一姐弟相称 关系一直很好 相互关心 理所应当 云娘心中一暖 情绪舒缓许多 略显失措的呀 想点燃烟斗 点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逍遥打了个响指 指尖亮起一点火焰 帮她点着 云娘一脸的苦笑 看了她一眼 臭小子 学什么都快 真是叫人羡慕 逍遥摸了摸脑袋 怎么 云娘你不喜欢修炼吗 云娘叹了口气 谁不喜欢长生不老 还不是练不好 只能放弃了呗 又是一个没修炼天赋的吗 逍遥暗叹 要是有办法能让云娘 琪琪这样的人呢 不用费尽心力去洗髓 也能够拥有一点希望就好了 当然这种想法也就是想想 想要实现那太多未知的困难了 我师弟会炼这一种能够喜经一髓的灵丹 要不我叫她给你试试 傻小子 云娘这什么没有啊 没用的 对我来说 受质顾的不光是体质 她似是有话藏在心里没明说 逍遥便也没多问 每个人都有秘密 不该问的别问 这是基本的尊重 逍遥赶忙换了个话题 你知道对方为何要对你下手吗 云娘眉头一皱 沉默了半赏 方才不太确定的开口 可能并非是针对我 而是想破坏本次的盛世天方 天方开启在即 核心成员遭到刺杀 这事就变得复杂了 两人都是一头雾水啊 再猜也猜不出什么名堂了 但这事必须慎重调查才行 没多久之后逍遥起身告辞 云娘把她送到门口 转回身来 束手抬起 捂住胸口的位置 她脸上的表情变得变幻莫测 眼中似有一道光芒闪过 那是仇恨 却说一间院子之中 十几个身形差距极大的人 浑身裹在黑袍内 以各种感染 在树法的遮掩下 暂时还没引起人的注意 神木 不要冲动 有人在旁提醒 高大身影从阉尘中站起 朝着一侧吐了口唾沫 岁血里剩下那两个人呢 翻着白眼生死不知 见神木冷静起来 师法那小个子 却参老的声音说道 眼狗他们虽然莽撞 可也帮我们试探了虚实 目标身旁并没有什么好手 只要集中些力量 可轻易拿下 在场高高矮矮 十多个隐藏在黑袍下的人 纷纷点头 一个蹲在地上的家伙 举起手弱弱地说 我 我有话要说 说 神木恶狠狠地 吐出一个字里 鬼鬼 天狗他们动手的时候 我就在附近 我看到 是之前删我的那小子 坏了天狗他们的好事 这人说话畏畏缩缩 声音那感觉都在抖 好像啊 挺害怕 哄 又是他 看来这小子 跟天方背后的人 走得很近呢 找机会 做了他 我来 我很久没尝过 修饰心血的味道了 听说有人要杀 在场的都兴奋起来了 小个子喝了一声 不得喧哗 仓库内再次安静下来 看得出 这小个子 在这人群里边地位颇高 类似仅次于那神木之下 他跳上神木肩膀 在对方耳边那 轻轻耳语了几句 神木连连点头 这小个子这才下令 明天 跟好了这小子 听我号令 一起动手 杀 杀杀杀杀杀 终于要见血了吗 对杀杀杀杀杀 院子里边群魔乱舞 一道道隐藏在斗篷下的双眼 默然都发出诡异的光芒 天空做美 天方开启的前一天 阳光明媚 这算是天方开启前最后的展示了 店家们卯足了劲 力求把自家店面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客户 这样明天才会迎来更大的丰收 那做生意不只是店家 趁着各种比赛的召开 有头有脸的人物齐聚一堂 讨价还价生也不绝一耳 逍遥闲着没事 照顾完小狐狸之后 就带着她来到了炼丹师比赛的现场 应是为了让尽多的人目睹这一盛况 场地布置在了室外 不大的广场上 呈九宫阁摆放着九座丹炉 逍遥见列欣喜小上前细看 却被店伙计给拦下了 棺材者不能进入比赛场地 我啊 逍遥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不是 我是选手 那人将信将疑 选手 报名 一届丹师比试啊 炼丹师一般年纪都偏大 少有像逍遥这般年轻的 修士在刚开始修炼时 自然要一门心思冲击更高境界 分心副业难免在修为上有所欠缺 也就天玄子觉着 劳逸结合才是修炼该有的模式 所以因才师教 他不反对弟子们钻研这些 逍遥能够啊 获得一些成就 这跟天玄子的教导可分不开 听到对方质疑 逍遥笑了笑 二姐 二姐 那人脸上怀疑之色更深了 啊 我乃清虚惯弟子 这是本人的宗服 没办法只好把宗门搬出来了 果然 那人那伸手接过宗服看了一眼 立马神色变得恭敬无比 哎呀 原来是仙宗高头 请请请 您请 这是您的选手证明 比赛会在晨午之后开始 您可以先到选手席上稍等片刻 那儿有我们提供的零食 逍遥微笑了一下 登记了自己的信息 上了选手席里 零食啊 可不是说用来买东西的零食 是食物的食 一听这名字 您知道这干嘛用的 但是这个零食可不同一般食物 是由零瘦肉啊 零花零果啊 等等等等制成的 相比世俗的美食 这味道可不一定好 但作用可显而易见 虽然不至于让人吃了之后啊 就修为大增 但延延一瘦 却能够做到 大梁皇帝今年都快两百岁了 怎么来的呀 那零食功不可没 哎呀 味道一般 要是有只烤鸭就好啊 逍遥可不在意什么延年益寿 微微增加的一点真缘 也聊胜于无 吃两口就没了兴致 小狐狸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逍遥逗了他一会儿 这时候就选手陆续进场了 苏小琴也出现在观众席上 双方笑着呀挥了挥手 一时间眼中只剩下彼此了 很快 有一个微胖的男子坐到了逍遥旁边 看起来二十七八岁 穿得人模人样 气宇炫昂 这男子呢 左右张望了一下 看到逍遥就一愣 居然比自己还年轻 哎呀 这小兄弟你也来参赛了 逍遥瞅着也就二十出头 对于需要时间来钻研的炼丹石来说 这确实是过于年轻了 你是 哦 在下宁小海 来自宁家 逍遥也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 听到啊 是宁家子弟 不由多看了他几眼 宁小海作为世家子弟啊 显得比较健谈 有一搭没一搭和逍遥就聊起来了 逍遥兄弟 你年纪轻轻就成了炼丹石 真是叫在下汉颜啊 在下没什么修炼天赋 因而家族安排在下学习炼丹术 折腾了十来年 才勉强成为一级炼丹石 这玩意真不人学的 逍遥轻笑一声 对世家的了解又多了几分 大多数修仙世家呀 说里边有天赋的一批 送去仙门修炼 修炼有成后呢 召回家族主持大局 没有修炼天赋的呢 也会安排啊 尝试去试试副业 经营经营生意什么的 至于庞系子弟那 估计就比较惨了 尝试的机会都未必有 去个店铺 当一辈子的掌柜 这也不是没可能 物尽其用 这就是世家的普遍做法 不知道萧兄的什么品质啊 下品还是中品 这宁小海 自己是个一阶下品连单士 心想这逍遥年纪 比自己还小 就算是清虚灌门下 也不能太厉害了 炼单师啊 一般是根据自己炼制出来的 丹药最高品阶来定级的 像逍遥这种 可炼制极品二阶丹药 那就是二阶顶级炼单师 不过逍遥也没打击人自信 两人初次见面 打人脸不太好啊 于是他含含糊糊的回了一句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哎 等一下比赛咱一起加油啊 要是能练出中品灵丹 老爷子说不定 赏我个千把百里 到时候哥哥请你啊 上营香院潇洒潇洒 宁小海眉飞色舞 营香院 逍遥尴尬地应了两句 营香院这三个字 让他有点心虚 转头看脸观众席 苏小琴坐得并不远 还对他做了个握拳的手势 显然已经被他听见了 看得逍遥眼皮子直跳 时间很快过了晌午 广场周围人潮涌动 观众席坐得满满当当 一声铜锣响起 昨天呢 见过那药店掌柜的 上台发话 不外乎就是 介绍介绍自家门店 欢迎各位光临之类的 然后解释了一下 比赛规则 下面有请一接单师上场 他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 念名字 宁小海也在其中 该上场了兄弟 怎么没念你名字 逍遥一愣 可能是下一批吧 宁小海也没声一哈哈一笑 那感情好 哥哥也不想抢了兄弟疯头 看哥哥的表演 说完 牛哄哄的就上台了 逍遥暗自觉得好笑啊 这也是个妙人 没多少世家子弟的桀骜 比苏木白可顺眼多了 却说呢 看台之上 目光沉沉的宁大海 看着宁小海的背影 面无表情 一个大海 一个小海 他可不是哥俩啊 其实这二人是父子关系 宁大海也叫宁海 他身份地位颇高 可惜这儿子不成器 所以啊 也只能是无奈了 旁边随从 在宁海的耳边 耳语了几句 后者点了点头 准备好了就成 那公子这儿 无所谓 反正不会在这儿动手 比赛结束 叫他立马来见我 是 却说那九宫阁场地上 八名选手 依次就位 宁小海有些奇怪啊 这不还剩个位置吗 那逍遥兄弟怎么说 他是下一轮呢 工作人员上台 开始询问选手 所需材料 药店这事 花了大价钱 准备得十分充分 不一会儿啊 一切准备就绪 罗生再次响起 在一片惊呼声中 阵法启动 八座丹土 同时燃起 熊熊地火 视觉冲击十足啊 仗见天涯路 皆为逍遥声 下载一念逍遥手游 轻松修仙 每天点一点 即可挂机成仙 输入我的专属密令 大宾说逍遥 领取超高价值 修仙礼包 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 秘长生 一念逍遥 第114章 比赛时常有限 每名选手啊 最多三次机会 去练得最好的一炉丹药 作为最终成绩 长级优异者 不仅有各种奖励 最重要的 还能名声大噪 在场的可 不光是看热闹的群众啊 其中还有不少大佬在座 他们要是啊 相中了某个炼丹师 从此引入仙门 加以培养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总而言之吧 对在场炼丹师来说 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八名炼丹师年纪可都不小了 宁小海算是最年轻的 炼丹炼器 作为修饰里最吃香的两个职业 想要精通 谈何容易 许多人终其一生 也难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实在是这两门副业啊 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 还需要无数次失败魔力 说想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炼丹师 或者炼器师啊 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逍遥扫了一圈 情况尽收眼底 八个人里边有五个炼制的是 最基本的活血丹和输精丹 宁小海也在其力 另外三人呢 水平要高一些 两人在炼制能加快修炼速度的 一气丹 最后一人则是炼的是通麦伞 和炼器丹一样 这通麦伞呢 是能够提升突破境界概率的丹药 属于一阶中价值最大 也最难以炼成的丹药之一 炉火正旺 观众席上同样议论纷纷 哎呀 这一阶比赛都这么激烈 居然有人尝试通麦伞 三次机会可真不一定能成啊 是啊是啊 一阶还好 等下二阶上场那才就精彩呢 怎么说呀 二阶丹师里 那有俩高手啊 观众席上传来议论之声 引起了逍遥的主意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轮的吗 掌柜的呀 又提高了音量 有请南云大师 碧月宗欧阳清大师 清虚观逍遥大师 掌声有请 逍遥大师 宁小海啥了眼呢 这坐在自己身边 跟个愣头青事的小兄弟 居然是二届恋丹师 一想到自己 方才居然在他们面前卖弄 纵然宁小海这脸皮 再厚不由的也满脸通红 逍遥朝他拱了拱手 起身上台 方才逍遥已经考虑好了 既然有高手出马 那自己也就不能藏拙了 只有体现出自身价值 才能获得更多利益 几张二阶丹方在他脑海中 飞快闪过 在二阶丹药里 筑鸡丹和断骨伞 算是顶尖的那类 可还是不够特别呀 那两位高手很有可能啊 都会选择尝试 筑鸡丹和断骨伞 自己虽然有练出 极品丹药的把握 可对方要是也做到了 那岂不变成不分伯仲了吗 必须得做到 别人做不到之事 逍遥眼中金光一闪 突然有了主意了 于是逍遥上了台 就问那掌柜的 请问本人能使用 自己带来的材料吗 当然可以 如果大师有更好品质的药材 可以使用自己的 不过 机会同样只有三次 小瑶点点头 表示没什么问题了 把需要的辅材 跟工作人员说清楚了 手一翻 一株小草 出现在他手中 换龙草 换物林特产 只是跟寻常换龙草相比 这株显得有些特殊 一般换龙草都是绿色的 枝鸭清脆 视为上品 可这株却通体呈现一丝 鲜红颜色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在走过逍遥身边时 身形顿了一下 便一灵草 此人正是南云大师 不愧是老牌炼丹师 一眼就瞧出 换龙草的奇异之处 这换龙草 逍遥得自 深渊地形蝎的残骸之上 数量有限 吸收了一丝 妖王精血后 产生了变异 用这样的药材炼丹 不一定是好事 药性变化后 炼丹过程都会变得难以掌控 而且承担也不一定 比正常的要好 所以拿这东西炼丹 相当于是一场赌博 左手边一个 穿着碧绿长袍的 汉子冷笑一声 投机取巧罢了 在绝对的实力下 一切都是虚妄 逍遥回头瞥了他一眼 想必他就是那碧月宗的天才吧 嘴角一扬 笑而不语 锣鼓声在响 万众瞩目的二阶笔试 开始了 二阶炼丹师只有六个 其余五人都在抓紧时间 开始第一次炼制 逍遥却没动 他握着幻龙草 竟然闭目养神起来了 哎我说 那那位咋不动啊 他谁啊 说是清虚冠内门弟子 逍遥才二十来岁 真的假的 逍遥的怪异举动 当即引起众人注意 有人表示不信 二十来岁的二阶炼丹师 开玩笑呢 哪怕宗门出身 二阶炼丹师 一般也得啊 三十奔五十 世俗国度或者修仙世家中的 二阶炼丹师啊 基本上平均岁数多里 四十朝上奔五十 二十来岁 就这样的人 基本上都在一阶 前中企业 莫怕滚打呢 怕不是个招摇撞骗的吧 哎你们谁听说过他名字 在座众人都纷纷摇头 清虚冠超然物外 可二阶炼丹师再怎么着 那名声也得在外啊 毕竟炼丹是个烧钱的活 炼出来的丹药 你卖掉才能换回资源 在这一过程中 炼丹师的名号 就会被传扬出去 比如某某大师的筑鸡丹 某某大师精心炼制的输精丹 这种有名号的大师 炼制出来的丹药 价格往往都会高上不少 可压根没听说过 逍遥的名号 已经开始有人调侃 说这位啊 就是来搞笑的 他们不知道的是 逍遥形势低调 委托云娘出售丹药时 都不带上自己名号 所以没人听闻 不过 今日扬名 为时未晚啊 正在下方一片议论之际 逍遥突然睁开双眼 时候到了 他之前在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绝佳的时间 炼丹呢 有时候也讲究个风水艺术 握着这株幻龙草 逍遥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惨烈的战场 通天彻地巨蝎妖王风范 令人难忘 只有当天地变色 阴云遮日时 才是最契合这株幻龙草 入伙的时辰 天空中 一块乌云恰好遮住阳光 地上一暗 逍遥果断出手 炉中火焰燃到最大 他静止将幻龙草 就丢了进去 在入炉的一刹那 幻龙草中闪过一抹红光 像是在说 这才是属于他的事情 轰的一笑 逍遥用火之猛 骇人听闻啊 可没有人说 一开始就用如此猛火的 他就不怕烧穿了炉子 他做什么呢这是 发什么疯呢 南云大师欧阳静静 不自觉被陡然升起的 高温吸引 扭头撇了过来 这个用便衣药材的小子 到底想干什么呀 哎呀这不浪费药材吧 就是拿一上来 就用无火的 暴挺田雾吗这不 没人能够理解 唯有逍遥知道 蕴含妖王精血的患龙草 阴石入炉 养火断烧 方可得其中真意 天眼中的神鼎 滴溜溜旋转不休 在逍遥的操纵下 单炉内的幻龙草 也在剧烈的溶解 在最后的一缕草叶 融为了叶枝的刹那 逍遥又是一拍阵法 无火转闻 终于正常点了 哎你瞅 现在才转闻火 那能能来得及 我都烧糊了 怕不是只声又渣了吧 耳边不时传来调侃之声 逍遥却冲耳不闻 默默在炉前坐下 按部就班继续炼制 这份专注 只有极少数人 感知到他的不一般 宁小海擦去额头上的冷汗 看逍遥炼丹 他这汗都下来了 双拳紧握呀 这位深藏不露的小兄弟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可他觉得 真正的炼丹天才 就该如此 不听是非 不论杂俗 潜心一意 换作自己 怕是早受了外界影响了吧 苏小琴看不懂炼丹 可他看得懂逍遥啊 每当逍遥哥哥如此 神情专注之时 他想办的事 就一定能办成 这次也不能例外吧 加油啊 逍遥哥哥 炉火燃烧之声 此起彼伏 逍遥知道自己啊 有三次机会 这次如果失败了 再炼铸鸡丹也不迟 但冥冥中他总觉着 这次不会失败 哼 故作高深 欧阳青多少受了点影响 不过作为天才炼丹师 他很快调整好心态 继续开始炼制 时间啊 慢慢过去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其余几人陆续完成了比赛 有成功也有失败 不过却没有太多人关注他们 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场上 剩下三人之上 南原大师和欧阳青 前两次都成功了 一人成功炼制出了 上品筑鸡丹 一人则是炼制出 上品断骨散 成绩相同 两人可不满意 此时第三次炼制 也已经进行到尾声 全场屏住呼吸 等待最终结果的诞生 至于逍遥啊 大家几乎已经把他忘了 转完会之后 他就一直坐在那 闭目养神 没别的动作 甚至连第一次炼制 都没完成呢 孤鸣钓鱼 年轻人不懂事 瞎闹呗 走过场之类的话 仿佛早已经给他定了性了 在他们眼里啊 逍遥单炉里的灵草 早就被五火燃烧殆尽 他不肯开炉 那是怕丢脸出丑吧 或许只等时间一结束啊 这个不知所谓的家伙 就要溜之大吉了 此时欧阳青额头上 青筋碧陷 脑门上白雾生疼 给我出来吧 连续数个时辰的炼制啊 他的真元容量 差不多已然到了极限 毕竟修为 他可比不上南云大师 阵法按下 单炉内发出 轰隆隆的雷鸣之声 炉口一敞 一枚深蓝色丹药显露出来 深邃的蓝色之中 一点紫芒若隐若现 成了 成了 二级顶级 欢呼声震天 观众席上的人 齐刷刷把脑袋叹了过去 甚至于天方中 有其他人都被吸引过来 众人已能见证 一位顶级炼丹师的诞生为荣啊 然而 就在他们纷纷夸赞 觉得欧阳青了不得之际 一旁的南云大师 也突然出手了 起 低鹤声中 他比欧阳青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一尺点出 丹口闪过轻盈光芒 丹药之珠 蕴含的紫器 比欧阳青那一枚 还要更胜一筹 两种不同药香 分庭抗礼 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 哎呀厉害 真是厉害 不愧是南云大师啊 你看那欧阳青虽然晋级了 但毫无疑问 这次南云大师更胜一筹 哎呀不错不错呀 一睹两位大师风采 千里远行也值了 掌柜的一脸兴奋上了台 恭喜二位大师练出灵丹 大家好像还真就忘了还一个人呢 宁小海是个直脾气啊 他一看不乐意了 他乍乍乎呼 举着双手就在那喊 麻呢麻呢 你们都干嘛呢 这是 那不还有选手在那比赛吗 别影响逍遥兄弟发挥啊 比什么比啊 结束了 让他下来吧 就是 你朋友怕是忘了接下来该怎么练了 睡着了吧 周围传来一片哄啸之声 所有人都把逍遥啊 当成是个笑话 二十来岁 太小了 怕只是个药童 谎报了身份吧 清虚观怎么会有这样的弟子 然而真的如此吗 天际 头顶夕阳西斜 最后一点光芒要消失在地平线下 天色暗淡 华灯亮起 贾妹之中的逍遥于此刻双眼猛然睁开 她那幽碎的毛子里藏着星辰大海 时辰已到 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 密长生 一念逍遥 第116章 逍遥哥哥 可是能练制极品丹药的炼丹师 苏小琴看不过去了 起身小争辩 苏木白赶紧一把把他拉住了 别乱说话 免得徒招对手 那又怎么样 苏小琴气鼓鼓地看向那几个闹得欢的 逍遥却在这时候动了 她五指齐出 如穿花蝴蝶 复杂指觉 一个呼吸便已结完 目光之火一念加重 主事不离 三昧真火第一火 目光之火熊熊而出 逍遥眼中射出的光芒啊 仿佛能穿透单颅 直指最深处的隐秘 她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一点 除了眼前丹炉 什么都看不见了 熊熊木火和橙色地火混合在一起 有如火上浇油啊 火焰之烈令人惊骇 南云大师震惊的胡子都在尾尾直颤 人火炼丹 修炼之人体内 运养出来的火焰 就是人火 这三昧真火 就是人火的一种 人火相比于地火 更加具有个人特点 有着地火没有的特性 也更加好控制 但炼丹师在炼丹的时候啊 多采用地火 特别是一二阶低级炼丹师 极少有人用人火炼丹 不是说他们没有 而是很少有人会用 为什么呢 消耗 炼丹是一个时间漫长的过程 少则数个时辰 多则几天几个月 甚至几年都有可能啊 一边要消耗真元灵力 控制丹炉阵法 一边要输出火焰 这对低阶修士而言 是一件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事 逍遥同样做不到 所以他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刻 才动用人火 让人火和地火混合 催发出更加强大的火力 对于自身的控制力 苛刻到了变态的地步啊 单炉没控制好 火候没掌握到位 两种火的混合 哪怕出现一丝偏差 都会导致炼制失败 就得炸炉了 逍遥可谓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啊 他无惧失败 也要锤炼出一枚精士之丹 光芒消逝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场中燃起的冲天火焰所吸引 可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有一缕阴气升起 不知是不是天功作美 今天恰好是音乐阴日 虽不是一年里边阴气最重的一天 但也足够阴寒 这缕阴气至纯至阴从地底升起 逍遥脑海中的大顶 漠然震动发出预警似的嗡鸣声 人火地火呼呼的一下 突然不见 那缕阴气顺着变幻的阵法 就吹进了丹炉之主 极热后的致寒 阴阳调和 暗和天道 逍遥捂着眼睛双目刺痛 心跳声清晰可闻 他的身体已然到了极限 他这是高估自己了 境界低微 强行使用人火 消耗大到难以想象 神鼎只能辅助操作 不能代替这方面的消耗啊 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栽动 逍遥瞳孔缩成一点 还没结束 给我开 月光落下单炉开启 数百双眼睛 齐刷刷死死盯着那炉口 就连上台给欧阳清 道贺的几个大佬 都愣在当场 兴起了注目里了 轰的一下 这声音不是来自丹炉 而是出现在众人脑海之中 仿佛有什么冲击波一样的东西 刮过身体 然后就是无尽的药箱 传遍全场 哎呀 哎呀 什么味道 哎我怎么感觉我身体 我这身体我都轻松了呢 哎呀 我的顽疾都离我而去了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只是闻到丹香 就有种让人升华的感觉 甚至有一位枯瘦如柴的白发老者 颤颤巍巍从轮椅上站起来了 大有枯木逢春返老还童的趋势 南原大师目光灼热看向丹炉口 一点金光出现在他视野 一时间他呆住了 仙品呆药 逍遥也看到了 嘴角挂声一抹微笑 紧接着突然倒地 不过他这回不用急着起来了 练完了 就那么头枕着手臂 躺在地上睡一声 悠然自得 担心内藏 下品中品上品极品 每高一品丹药的效果和价值 就成数倍乃至 十倍的往上翻 这四个品界 也对应着炼丹师的各个等级 然而极品可并非是尽头 在极品之上 还有一种名为仙品的丹药 仙品呢 非机缘天成而不可得 炼丹师炼制出 仙品丹药的几率 无限接近于灵 有的炼丹师穷击一生 也未能炼制出一次仙品丹药 而炼制出仙品丹药的炼丹师 无一例外 只要不夭折 最后都可成为丹界的态度 那点金光 照得人心里发慌啊 今日来此的人都觉着 能目睹顶级炼丹师的诞生 已是不易 可谁又能想到 三生有幸 能够亲眼目睹 见证一味炼丹泰斗的崛起啊 敢问大师明慧啊 可愿为我大秦共放 大师的名号都不知道 逍遥大师是我们东盛神州的天才 你南瞻不住靠边去吧 你 大师天宗其才 只有我大秦 才有国里驻大师功成名就 逍遥大师 老夫碧月宗长老 还请单独一见 如果说刚才南云和欧阳青那是小场面 现在这些大佬们才算动了真格的 不少人都激动无比的在看台上推仓争抢 现场好一片混乱 不过这些 逍遥都听不见了 此刻他的耳中有着大道之音 诉说仙丹妙礼 这就是修炼副业的好处了 在顿悟时能帮助修师更早地接触真正的大道 受用无穷 逍遥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别看他貌似走运 实则这好运来的一点都不奇怪 从开始学习炼丹起 天玄子就教过他 炼丹呢是个需要跟修炼一样 那长久坚持下来的事儿 事已除了历练在山上 只要得空 逍遥就练上一炉 保持手感 或者捧着丹书细细品读 寒窗苦读 十年一日贵在坚持二字 俗事繁多 谁又能保证自己长年累月的坚持一件事呢 逍遥却是那个能耐得住性子的人 天玄子早就看出他这点了 这才挑选诗和他的道路 倾囊相授 明师 天赋 常年累月的坚持 再加上最后这么一点运气 才有了逍遥今日的成就 天意使然啊 现场的混乱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苏小清扶着入定的逍遥 宁小海也在一旁当起了护卫 欧阳清沉默良久 独自拂袖离去 南云大师跟药店掌柜的多次叮嘱 那意思等逍遥醒来 一定要和他见上一面 至于那几枚价值连城的仙丹 暂有掌柜收好 奉为本次比赛的至尊 还开启了展览会了 要不怎么说人药铺掌柜的 这商业嗅觉真是敏锐啊 至于逍遥 练出先品丹药后 直接进入某种玄妙状态 被送入了后院 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 密长生 一念逍遥 第117章 清虚冠出了一位 单道大师的消息 一下子可就传开了 当众炼制出 二阶先品弹药 信服度毋庸置疑 清虚冠 先门正统 再次被人称道 逍遥这名字 也是第一次出现在 炼丹界和修仙界 这也算是一举成名了吧 只不过呀 当事人毫不知情 睡得四扬八叉 这些日子 他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路上可不是 一直有顺风车打 没办法的时候 只能靠双腿赶路啊 再加上 到了金陵之后 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 可没闲着 这逍遥多少 有点心里憔悴 所以这一觉 睡得是恰到好处 不仅 这身体也得到了缓和 就连精神 也得到一个 极大的放松吧 半夜人醒 已是月落星星 逍遥趁着懒腰 从床上坐起来 摸了摸身上 没有换洗的衣物 有些搞不清楚 现在身在何处了 好在苏小琴细心的 在床头上啊 还给她留了一张小纸条 逍遥看了一眼 嗯 算是明白 这前因后果了 名头啊 是打出去了 零时的事 估计不用再担心了 明儿啊 肯定眼巴巴的 有人送过来 选一家顺眼的 许下承诺 拍卖会的钱 不就有了吗 逍遥这如意算盘 打得妥妥的 然而她却不知 外边啊 却有人正打着坏主意呢 大晚上的俩黑衣人 一南一北摸进来了 目标出其一致 逍遥白天出那么大的风头 自然有人探听到了住处 只等她醒过来 明日来拜访 天方盛世 明日开启 正是大好时机 不过有人确实啊 等不到明日了 他们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精准无比的朝着 逍遥居住的小院摸去 悄无声息 一边来十人 一边啊 来二十来个 个个伸手不翻 飞檐走壁 显然都是修真之势啊 不出一炷香的功夫 两伙人可到了前后院了 前院人多的那伙 有人小声就问 大哥 你说 咱们是不是不该动他 都成大事了 这要被人知道 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领头那人蒙着面 一瞪眼 放什么屁呢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是咱的规矩 钱都收了 你让老子反悔啊 想不想混了 启仙那人不说话了 有些无语的 攥紧了手中的兵人 后院 另一伙高矮不一的 十来个 鬼祟止步 他们就比较简单之间 我来 不我来 老子十年没见血了 你抢个屁 倒闭嘴一起上 谁手快跪谁 杀心坚定 来者不是暗 却说此刻 逍遥坐在床上 段无之后 他变得比以前 更加敏锐了 耳聪目明 不用特意集中真元 也能够听到方元 数十丈内的声响 前后院两伙人的对话 可全落在他的耳中了 虽然不知 来的是何方神圣 但小心点 总不是坏事啊 逍遥垫着脚尖 拉上被子 顺手把枕头塞进去了 紧接着一咕噜声 收敛气息 就滚到了床下 也就在此刻吧 两伙人像是有默契一般 咔嚓咔嚓两声 同时啊 翻风可就入了院了 直到这时候 逍遥才感应到 两边都不简单 一边气息深沉 休失 另一伙儿 腰气蓬勃 么姚祖 进入院子的双方 此时看到彼此 都愣在原地了 不好有诈 糟了 有埋伏 两边 此刻都精神高度紧张呢 突然看到院子 另外一头 冒出一伙人来 第一时间觉得 事情又变 领头那人族羞蚀 还一抬手 几道暗器 可就射出去了 寒光一闪 咚咚两声 妖族那边 有人中标了 这偷袭之下 伤得可还不轻啊 当即那边 发出惨药 哭通哭通 也不知道 栽倒了几个 这下无疑坐实了 埋伏二字 姚族那边 不甘示弱 为首的低吼一声 双臂胆弯在身前 一脑袋就撞出去了 对面 激发出点点寒芒 打在那肌肉 疙瘩高耸的双臂上 竟发出金铁 交击之声 毫发无损 随着那妖族冲入人群 双方迅速 阻挽兵相近 都是高手 默契的压制着破坏力 可不想引起 外人的注意啊 在双方都做贼心虚的情况下 在这院子里边 爆发出了一场 动静虽小 杀伤力 却十足的缠斗 堪称精彩啊 逍遥倒卧在床底下 依稀的感知到 一些战斗细节 光是那闪转腾挪的步伐 就能推测出 来者呀 那有多厉害 这程度的高手 他估计 最多也就对付两三个 再多就得手忙脚 乱难以应付了 双方涌入院子的 可不止二十个呀 一场必杀之局 结果阴差阳错 留给自己一线生计 只不过 为何人族和妖族 同时要对付自己呢 逍遥头皮发麻 脑子里却一片疑惑 任他想破脑袋 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 嗨 先到世界 还真是步步惊心啊 不出山门还好 一出来才发现 这外边是一片刀山火海啊 自己还在未有足够力量自保之前 可得加点小心 这都还没到南瞻部州呢 悲剧呀 逍遥一边琢磨着脱身之策 一边暗自感慨 这时候院子里呀 双方你来我往 越打越上头 死伤可越来越的严重了 相比之下呀 人族那边死伤要更多 妖族的伤亡却屈指可数 整体实力上来看 妖族占了上风 眼看着要全军覆没 有一家伙凑到人族领头身边 低声喝道 老大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解决目标 咱赶紧撤吧 见兄弟们一个个倒下 带头大哥心如刀绞 知道继续纠缠指挥更惨 他一咬牙 好 此时他也顾不上什么隐匿 一张葫芦打出 火光大起 竟是三街的阎龙符咒 熊熊阎龙席卷而出 将几名妖族和逍遥所在的房间 全都笼罩了进去 逍遥瞳孔猛缩 毛子里倒映出一条阎龙 张牙舞爪 惶惶不可一世 仗见天涯路 皆为逍遥生 下载一念逍遥手游 轻松修仙 每天点一点 即可挂机成仙 输入我的专属密令 大兵说逍遥 领取超高价值修仙礼包 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密长生 一念逍遥第118章 熄火啦 有此刻保护大师 巨大的爆炸声 让沉寂的一条街都醒了过来 掌柜的探头看脸出事方向心里边咯噔一下 坏了 逍遥大师真要是死在自己这宅子里 不光清虚观找他麻烦 他要电名声也就完了 那时候啊 一切都完了 新年一转 目自心头起 他大吼一声 横空飞动 竟是一名杰丹高手 转眼可就到了小样的上方了 这时两伙人已经开始逃窜 人族大哥最后一击等于打破了僵局 搞出了不小的声势 那破坏了双方谁都不想把事搞大的默契了 再打下去 怕谁都得留在这 两伙人一起撞到了院墙 借着月光还对视了眼 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对方跑什么呀 你跑什么 你管老子 你们跑啥 两边的人一脸懵圈 你们是来杀人的 你们不是伏兵 得 两伙人都杀了眼了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要早知道对方和自己的目的一致 那让对方动手也一样啊 只要能交差 那谁会在意是谁下的手啊 一想到自己兄弟死伤惨重 两边领头的都后悔默契啊 早知道咱先甭动手啊 先打好商量啊 不过好在现在这任务应该是完成了 目标人物的气息在床上没错 一把火烧过去 连人带床都成了灰了 一群人和妖相互瞪眼 气鼓鼓走了 在迟来的掌柜拦截之下呀 他们可也没走权 修士那边死了大半 妖族这边也留下三成 伤亡惨重 看着不成样的院落 掌柜的同样欲哭无泪 他心疼的可不是他这院子 他是心疼那院子里的人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就在他六神无主之时 烧得去黑的房间 突然鼓起一大爆来 掌柜的定睛一看 正是火焰烧得最烈的位置 地上一堆黑灰里边 颤颤微微爬出个人来 逍遥大师 您没死啊 逍遥苦着张脸 你说这大半夜的睡不好觉 被两伙人刺杀也就算了 临走还给自己放了把火 要不是自己机智 用手肘打破地板 躲过了第一轮攻击 再以火攻火 保住了小命啊 现在啊 都不用人收尸 直接火化了 老板 怎么说你盼上我死呢是吧 逍遥眉省好气 疏忽大意放了贼人进来 这账可得找他算 掌柜的抬手给自己来一嘴巴 不敢不敢 是在下誓言 大师 您这身体可还安好啊 逍遥啊 抬手往嘴里边塞了颗极品活血丹 一副呲牙咧嘴的表情 伤得不重 就这身衣服烧没了怪尴尬 人没事 但你看 你赶紧给我找个洗澡的地方 是是是 大师这边去 来人来人哪 赶紧伺候好大师 掌柜的一脸善笑 再不敢大意 亲自守到天亮 等逍遥洗了澡 换了衣衫出来 桌上放着一枚须迷戒 和一方精美的玉盒 戒指里的东西麻用着 赔偿 两人聊了一会儿 这逍遥也算和掌柜的呀 还正式认识了 掌柜的人称耀先生 开了这百草堂 也算仙界里边 有名的连锁店铺 赔偿金不少 逍遥一个二街修士 想买的东西 八成也都能买得到 这下零食的问题 也算解决了 逍遥也懒得去 跟那些市块之人 虚伪 至于那玉盒 里边放的是 他炼制出来的仙品丹药 逍遥为了冲击仙品呢 没有选择太难的丹方 而是用了活血丹 三枚金光战战的 二街仙品活血丹 静静的躺在浴盒里 是神韵非凡 可别小看这活血丹 凡是有仙品之称的丹药 都超脱了凡俗 不在常理之中 如果说极品活血丹 能够生死人肉白骨 那么仙品活血丹 就能啊 从鬼门关里边 把人给拉回来 不仅如此 什么陈科揽齐一枚丹药下去 要到病除 就算对结丹妻修饰 都有极佳的效果 可以直接去拍卖会 卖掉两枚 仙品活血丹 逍遥只打算留一枚 其余两枚 那换成需要的资源 这样一路上 也不会单个修炼 要知道洞天福帝 对修饰的加成效果 非常显著 逍遥一下山 就感觉世俗中修炼 事倍功半的 跟普通修饰的进度 也差不了多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尽快提升境界 怎么办呢 只能拿灵石砸 每天用灵石布鞋聚灵阵 辅助一二 方可维持在山上的水准 自己这一趟 前往南瞻布州 去父母昔日清休之地 探寻消息 也不知要多久 那必须得提前做好打算 却说仓库小院 妖族暗杀结束之后 又重新聚在一堆了 高壮妖族脸色有些难看 这次只是试探性进攻 他并未派遣 结单期以上妖族出手 原本以为对付个住激进的小修士 手到擒来 然而损失却出乎意料 他牙气的咬得咯蹦蹦直响 可恶的忍作 挨个子妖羞 又跳上他肩膀头 歪着脑袋 袁老大 不要浪费人手 再胡闹了 一旦暴露 整个计划都要受到影响 这位啊 瞧着类似军事的妖族 看来是反对今夜的暗伤 高壮妖族冷哼着点点头 躁动的气息逐渐收敛 整个气势变得阴沉起来 既然如此 那就结束玩闹 召集全体 明日天方拍卖开启 目标必在天气阁 我等就闹他个天翻地覆 没错 成败再次一举 矮个子妖族怪叫一声 妖气生疼 妖族一个个嗜血的吼声不断 对于他们而言 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事 昨夜的杀戮反而激起来 他们的血性 接下来那才是重头戏呢 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密长生 一念逍遥第119章 街道上店家出售的东西 质量又提升不少 各家各户都拿出了 压箱底的珍品招揽客户 盛世天方人潮涌动 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逍遥手头宽于不少 买了一些必需品 到了和苏晓芹约定好的地 酒店二楼 苏晓芹正和苏穆白聊着什么 穆白哥 我的事你别管 逍遥哥哥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苏晓芹显得有些不耐烦 苏穆白没再像之前一样 对逍遥矢口否定 在看过昨日的奇迹之后 连她都不得不承认 逍遥此次确实有可取之处 于是她笑了笑 是是是 小秦的眼光是没得说 不过你也要为家族考量一二 你想想 既然她炼丹技术不错 是不是可以 你住嘴 苏晓芹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打断了她后续的话 逍遥正好上楼 二人的对话她可全听在耳朵里边 这让她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这是看自己有点价值了 是吧 大家族的行事风格还真让人恶心呢 见逍遥来了还皱着眉 苏晓芹呢 甩些一脸尴尬的苏穆白 轻尼地挂住了她的手臂 小和哥哥你来了 走去拍卖会 方不平还等着我们呢 哦 他跟咱们一起吗 对呀 方大公子 包了个大包箱 听说十三皇子也会来 原来如此 二人不一会儿到了目的地 拍卖会离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但一些权贵大佬都开始入场了 这不单单是一场拍卖会啊 也是先到中人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 高大阁楼上书写着天机阁三字 苏晓芹在一旁介绍着天机阁的来历 逍遥暗自点头 两人刚进门 方不平就迎出来了 热情洋溢 哎呀 这不是我们的逍遥大师吗 招待不周 快快有请啊 昨天的炼丹师比赛他不在场 他是事后得了消息 顿时也吃惊了一番 作为天赋出众的炼气师 他很清楚炼丹有多难 逍遥能达到当前的高度 无疑啊 已经超越了自己 使得他心中对逍遥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方不平带人上了二楼 二楼有十间包厢 每一间租金都价值不费 如果说一楼豪门贵族才能进来 那二楼可就非顶级权贵而不入了 看到有人进来啊 包厢里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男子起身相迎 逍遥大师 苏小姐 久仰久仰啊 这就十三皇子 逍遥用沈氏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毕竟这是未来合作的伙伴 就算只为苏小琴考虑 这决定也得慎重 十三皇子相比九皇子显得更加随和 少了些贵胄的恼然傲气 多了丝谦虚 也或许是对方知道了自己的名号 可以装出来的呢 逍遥决定再深入了解了解 他笑着和对方握了握手 在不远处坐里 在场人里只有苏木白的表情不太好看 因为他意识到了 主导权好像完全落到逍遥这小子手里了 苏小琴呢 巴不得逍遥哥哥替自己把把关呢 十三皇子更看重逍遥的多重身份 而不是一个只有钱财的苏家 这也从方才他们打招呼的时候 把逍遥的名字放在苏小琴之前就可见一般 十三皇子一表人才不知贵庚啊 大师客气了 叫在下龙升就行 今年二十有五 年纪不算大 看起来有点内向 逍遥又问 龙是皇姓吧 为何取名为生啊 十三皇子文言 神情略微暗淡 这个啊 是母飞齐的名字 只是希望小王能生得安康罢了 安康 逍遥笑了笑 光是这句话他就听出了很多信心 之前有从方不平那边打听过 了解了大梁的不少恭维之事 十三皇子算是数出 并不是当今皇后所生 其母性情甜淡 知书达礼 并没有争宠之意 却依旧遭皇后妒忌 在生下十三皇子时啊 就因难产而死 当然了 这难产呢 是对外的说法 这其中心密 难以考究 不过逍遥猜测 肯定没这么简单 龙升龙升 这龙啊 是星龙的龙 生啊 是生活的生 生的安康可未必 活下来倒是做到 十三皇子没了母妃的庇佑 皇后也没赶尽杀绝 毕竟啊 是梁帝的儿子 做得太绝 梁帝也不能放过他 时光流逝 皇后因病顽固 龙升等被压制的皇子 这才有了争处的机会 他隐忍多年勤学苦练 又年少老成 颇有心情 所以啊 你别看他表面看着老实 实则 皇帝的儿子 哪有几个简单的呀 逍遥并不讨厌他这样的人 相反 他还很欣赏啊 他这种忍辱负重的性格 换作自己 估计也只能如此啊 不过跟这样的人结交 得留个心眼 或许在他眼里 一切人情往来都是交易 利益使然 和他闲谈几句 相互试探 逍遥刻意露了点底子出去 把自己和天玄子 以及清虚贯掌门一戏的关系 抖露了出来 龙升的眼神 顿时变得愈发攻击 方不平昂 见他们二人相谈甚欢 知道这事啊 八成是有了 笑着邀请 苏师妹 苏师兄 我们也该谈谈合作事项了吧 来 这边请 包厢很大 三人坐到另一边 龙升皇子 喊手示意 表示自己允了 没人会拒绝一个世家 再加上个清虚贯一丰的力量 就算是毒药 龙升咬牙也得吞 唯有如此 方能搏个未来 皇后之子 是当今的大皇子 也就是太子 现在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九皇子呼声最高 太子呢 占了名分 自己则最弱 要是再拿不出点诚意 那就会被赶下台啊 等到功败垂成的那天 无论是大皇子还是九皇子 谁都不会给他生物 我要生 他目光灼热 就在他出神的一颤啊 一只钢钱般的手掌 捉住了他的手腕 正是逍遥 逍遥目露奇光 仿佛能看透一个人的灵魂 龙升 你可知 我乃何人 这突兀的疑问 让龙升如灵天听 逍遥可用上了真缘 刺激着自己的神识 让压迫力变得最大 他要先生夺人 让这个心思诡秘的皇子 对自己心生惧怕 不敢有与自己为敌的想法 他要为苏小秦 扑平道路 善恶妖邪本无路 一念逍遥 密长生 一念逍遥 第120章 龙升虽说是皇子 但他乃一介凡人 哪受得了如此压迫 只觉着大脑之中轰的一件啊 眼貌金星 逍遥的身影在他眼前无限放大 直至成为神灵般的存在 俯视着自己 十三皇子不明何意 但他灵魂深处 却有畏惧之心生成 你 逍遥却自言自语 我之前二十二年 蹉跎而过 却在去年幡然悟道 自此大道反潜 与本人而言 如过眼云烟不值一晒 道法神通可信守年来 半年时间 我连上六重天梯 退去肉体翻胎 以魁首身份晋升内门 一月之后 清取神官二十 创清虚观千年记录 以我之能力 不出十年 在清虚观必有一席之地 翻手为云覆手语 灭世俗国度 乃清而易举之事 你可信啊 龙生被震撼得无以赋驾 只觉着眼前这人 是他此生见过最可怖之人 他嘴里的话让人莫名信服 而话里表达的含义 无一不震人心魄 动人神魂 那意思啊 修仙一道对人家来说 那就像吃饭喝水似的 他受苍天眷顾 所说的一切都会真的发生 十年后 梁国还有自己 也许和蝼蚁无异 此人万万不可得罪 自己招惹不起啊 这一刻 十三皇子猴头发干 嘶眼艰难地挤出两个字来 我信 逍遥松开手 压力瞬间消失 他脸上露出和善笑容 信就好 你是聪明人 知道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 苏家跟我关系不错 其他的懂了吧 懂 懂 懂了 只要 苏家定是守攻 十三皇子额头上冷汗沉沉 逍遥一点力不要 更突出了超然物外的淡然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人可以二十出头 就被世人称之为大师 妖孽 不可以常理夺之 方不平和苏家兄妹 那边也聊完了 和做事项走了过来 怎么 两位聊得可还尽兴 哦 尽兴 尽兴 龙生擦着冷汗 不敢言他 如坐针毡般待了一会儿 十三皇子起身告辞 合作已定 小王这就回去拟定盟约 几位但有需要 尽管直言便是 好 那好 我送送十三皇子 来 请 方不平有些奇怪的看着他 不知对方为何急着要走啊 倒是逍遥 笑眯眯的 随意的点了点头 刚才一番操作 不仅气势压迫 还有心理上的暗示 自己好像用上了神识之力了 铁丹之前 修饰神识不显 只有在情绪激动之时 才会表现出一丝欲礼 可逍遥刚才并没有太大情绪波动 只是想要这么做 本能之下就做了 那种感觉呀 玄之又玄 顿悟之后 自己好像在神识方面 也有了某种新的领悟 看来得找个时间好好消化消化 修宪意图就是如此啊 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新的天地 引人入生 方不平送人回来之后 四人聊了一会儿 拍卖会也终于开幕了 一楼已是人声鼎沸 满堂高座 二楼包厢 也有各自的尊客入内 旁边伺候的小童 送上这次拍卖的名册 在拍卖开始前才公布 这也避免了一些没表的麻烦 方不平笑着把名册打开 一边看一边介绍起来 四人里边就数他最懂这些 说的也是头头是道 有 半腰草 小姚我记得 你有一只契约灵手 有了他可以提升灵兽的神通威力 小姚点头称实 这名册上好东西还真不少 一路看下去 前边一阶二阶就有不下二十样拍品 再往后那可就是三阶朝上了 小姚的目光突然在一列未知拍品上停住 上边的解释有些模糊 只是写道 神秘预检不可开启用途未知 预检 逍遥心头就是一动 感应到天音里的宝箱好像也在跳动 莫非又是开启宝箱的钥匙吗 天音来历使得没摸透他的用途 这玩意到底能干什么呀 什么又是他所需要的呢 简直毫无头绪 只是天音里的每一样东西 对自己都有着极大帮助 可以说没有天音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上次开启宝箱就受益危险呢 神通竹简已经用完了 只有等下次回宗才能补充 不过在使用之时 逍遥也发现了其中的弊端 直接提升上去的神通 没有感悟 总觉得不是自己的东西 以后啊 看来还是少依赖的为好 但宝箱里边 未必只有这一样宝贝吧 逍遥一下子来了兴趣了 翻到了玉剪的详细说明页 上边的图一眼就让他感觉到熟悉 图里的玉剪和上次他使用的流云玉剪类似 却有着细微的差异 也许能开启不同宝物也说不定 逍遥暗暗器在心中 接着往下看 在末尾的地方 看到一件让他心动的宝物 巨灵玉璧 天地灵宝 通体碧律无瑕 因有角月之光流了 玉璧可吸纳天地间日月之精华 聚集山川湖泊之灵气 携带再生 可以起到巨灵的效果 提高修炼速度 好东西 有了他自己行走江湖 修炼时灵气不足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呀 此物必须倒走 逍遥手指在名册上点了点 方不平注意到他的神色变化 猜到他看中了好东西了 脑袋偏过来他就问 看上什么了 需不需要兄弟吃元一把 逍遥也没隐瞒 直言自己啊 看中了巨灵欲变 提前说清楚 说只要都中医 爱可以商量着来 无需争抢 这东西对有洞天福地的修饰而言 聊胜于无 方不平安 也没有要拍他的意思 索性成人之美 知道逍遥你要历练远行啊 看中的东西兄弟 当然不会跟你抢 不过 这玩意价格可低不了 逍遥身以为然的点点头 毕竟是古堡啊 价值连城 为了后辈能修炼的更快点啊 有大老初高价抢夺也说不定 逍遥却婉拒了方不平的好意 我自己先拍 要是零食不够 再问你借便是 方不平很干脆的答应了 叫来侍童 逍遥把准备好的两枚仙丹 放在托盘上 我要卖两枚仙品活血丹 可以选择排卖顺序吗 侍童表情一变 这个 啊 尊可稍等 容小人上报 没过多久 一名十三四岁的女童 推门进来了 身后跟着云娘 逍遥一愣 女童上前两步看着逍遥 之前就听闻逍遥冠 出了位天才练丹师 如今一见 真是少年英雄 逍遥一下没反应过来 她以为是云娘来跟自己商议 这小女童 却一副老气横袖的样子 还真是有趣 痴痴笑了两声 逍遥突然伸出手 在女童额头上 弹了个脑瓜瓶 小丫头 没辣没小的 说谁少年呢 我早成年了好不好 叫声哥哥 一会儿哥哥呀 给你买糖吃 云娘脸